彰化知名蛋黃酥店伯二芳 外頭大牌長龍 一大早店都還沒完全開門 排隊人籠就延續到隔壁店面 因為伯二芳在粉專貼出公告 四月起一顆要從四十五塊 一口氣漲一成多變成五十塊 民眾趁漲價錢趕緊掃貨 但您來聽現場排隊民眾的說法 十塊只有必要 偶爾吃可以啦 如果直接 送禮應該可以啦 但是自己吃就不考慮 但是他就不會列代第一考慮 大家就風平他那麼好 還是會來 民眾對漲價的看法不一 不過這家店其實開了這波 淡價之亂的漲價第一槍 之後要買禮盒裝的蛋黃酥 就要花上一千塊 原物料不斷上漲 連帶糕點類也受影響